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这个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五彩 莲堂鸳鸯文盖棍它的真伪 辨别一件瓷器的真伪呢 咱们首先要看的是器型 那么这个盖棍呢 我们看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它的颈部太短了 第二呢就是这个盖呢 做的这种宝顶做的比例不好 并不优美 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到了这个腹部 以及快到足强这个向下收的时候呢 收的不是很好 而且呢足径太大 这是它的问题 宣德时期的盖棍呢 有几种这个不同的类型 我都拿出来哈 跟大家进行一下对比 大家就看明白了 我们看 这是另外一个宣德的盖棍的器型 左边的这个是青花的 它的这个器型呢 它的盖和底下的强足跟这个仿品是不同的 很显然这个仿品并不是按照这种这种器型去仿制出来的 因此呢这个仿品和这个真正的这个倒带的宣德时期的盖棍的器型是不同的 那么它是跟第一个是相同的 咱们再来看这种的器型的盖棍 宣德时期的哈 那这个仿品呢又不是按照这个器型仿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啊 它的这个仿品在器型上啊 存在着就巨大的问题 这些器型呢 大家可以充分的进行了解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两件哈 器型的对比 这就很明显啊 左边的这个呢 是宣德本朝的盖棍的器型 右边呢 这是仿品的器型 这又看出来巨大的不同了 那么这一件宣德时期的青花的这个盖棍呢 和这个仿品也是不相同的 同时呢 这一件的盖棍跟上一帧咱们看到的那个青花的盖棍的器型也略微有所不同 大家是否能看出来他们的区别呢 这个是能看出区别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看你眼力的非常关键的地方 这一件的宣德时期的青花的盖棍和刚才的那一帧的那个盖棍的器型几乎是一样的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仿品的器型还是仿了第一种的 但是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呢 就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会通过做专栏的方式呢 给大家分别介绍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器型 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文士 我现在仅仅做了是永乐时期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参照学习就非常有帮助 咱们再来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它的用 这个用呢 本身大家可以仔细看 它是百里透黄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所谓人为的做的土钦 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在人为做旧的东西 这个有人说啊 这个你这说它冒着贼光 是新的 很多都是旧气如新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旧气如新这种情况 只能在皇宫里边出现 大家特别留意 皇宫的藏品里边出现 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瓷器在皇宫里边 根本就没有打开 是整捆的包装都没有用过 所以呢是所谓的旧气如新 是这种说法说出来的 并不是说你存世的东西还是旧旧气如新 你但凡使用过的就会有痕迹 你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来骗自己 这样呢只能让自己呢 更加受到伤害 同时呢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关于青花的发色 以及材料的发色 那么这个房品呢 材料的发色呢 大家注意看 这个黄太浓艳了 那么这个红呢 还稍微有一点接近 而且这个绿也是太浓艳了 那么青花的发色呢 跟这个宣德时期的塑料来对比的话 那它的发色远远达不到塑料的 这种发色 大家经过对比呢 就能够看出它们的差异 不仅仅是对比这个出土的青花五彩的连堂鸳鸯文的当中的青花的发色 也对比呢 其他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大家就能看出其中的巨大的差异性 那么咱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圈竹 像这种的盖罐的圈竹 通常是用的这个三层台 大家注意看 而且呢 这个圈竹修的是非常的规整 从圈竹的这个漏胎色胎来看 胎骨是非常洁白 特别坚硬的 虽然有一些极个别的烧出来的铁离子的这种黑斑出现 但是呢 是非常整洁干净的 那这个房品呢 第一 它的这个圈竹修竹方式是错的 第二呢 它的胎 这种所谓的人为做出来的烧出来的火是红的痕迹非常明显 那么再看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款质 房品呢 虽然也是写了这个六字双簧的楷书款 但是外加双圈框 但是呢 这六个字写的啊 除了这个这个德字还稍微有点像之外 其他的五个字写的都是很差 跟这个圆款写的是非常差 这些呢 大家经过对比 当然都可以非常明细的看得出来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